今天上午 何先生陪着家人 去到南山区一间医院的门诊体医生 在门口数码申领预检 分诊健康申报卡的时候 发现和之前不同了 何先生说最近来过两次医院 每次在门口数码都要担五十分钟左右 今天就一次搞定 很方便了 就几秒钟的时间我记得 不会太久 因为现在好多场所 都是要扫这些出事码 比较麻烦 所以现在这样还挺便捷的 挺好的 何先生用的是新版预检分诊健康申报卡 同时新版的电子培护证系统 也正式启用 预检分诊健康申报卡 和电子培护证系统 是基于广东电子健康码进行建设 汇聚了月康码 国家防疫健康码 通讯行程卡 月核酸 全国中高风险地区等信息 可以大幅提高医院通行效率 和流行病学调查品质 新版预检分诊健康申报卡 和电子培护证系统 符合网络信息安全三级等保护的要求 各类信息均储存在广东省 政务大数据中心 用户注册的人念识别信息 用了公安部门的身份验证资讯 安全有保障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提醒 预检分诊健康申报卡24小时有效 市民可以去医院就医之前 主动登陆月健通微信小程式注册 并如实申报个人健康信息 挺好的挺方便的 因为少一次就可以带出月康码 对 可能比方便 我一次性就搞好了嘛